有多少采多少 这是一个有机的概念 我们不可能完全要把它要求到冠行农华 做成那一种非常漂亮 绝对不可以 这种切枝 如果我们用在友善耕作的态度上 它是一个完美 本身拍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也是一个感悟的一个过程 对象本身它也是一面镜子 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通过对象 你在拍摄的一个对象 反照你自己的一些行为 或者一些思想意识 所以在这个过程 你就不断地在形成一些 你自己的对人生 或者是对生活的一些看法